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原则 那个Principles 瑞·达里欧 他就是觉得 说实话我没有看完那本书 但是我看了很多对那本书的概括 然后他就说 其实他认为所有的人是都是机器 你就把自己当作一个机器去运作 你不断地修正你自己 然后就是咱们不是说 五日行五身 是吧 一日行五身 义军要求自己严格 一天行五次 加两次 但是我觉得他那本书写的也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每天你要不断地去检讨 其实你做的对不对 他不断地在修正 我觉得是你怎么能真正做到 把自己当成一个机器这样 其实他这个 你真的如果他可能我觉得是个境界 你真的是能 有些人是能够达到那个境界 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日本的那个剑术大师 公本武藏 武藏 公本武藏 对 他就说嘛 不管你处于哪种心理状态 只管挥剑砍杀 就是你完全把自己人的那种小弱点 就是都抛到一边 你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心无旁骛 就是你该做的事情 不过我来忏悔一下 我为什么会这么恶名招商 对不对 你的事太多了 对 我想说一个 最重要我发现我的根本问题在哪 其实不在我拖延 我试试 我猜一猜 你的根本问题在于你不懂得拒绝别人 他太了解我 我就说你超窄了吗 你答应的 谁他就谁找他 他都答应 然后我每天只睡四五个钟头了 都已经就看不完 就我拖的那么厉害 就因为真正事做不完 所以他拖延又是一种情况 就所以很多元的 但是文道翻过来说 就是说我因为什么病就找药 我听过一个外国心理学家的一个演讲 他讲 他说首先被拖延症所苦的人 你们先不要自卑 这个拖延症并不见得是不好的 因为你最终是要在实现之前完成的 你不能不完成 对吧 惩罚等着你 不是 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拖着拖着 其实我是等那个事情自己自动消失 他会没有的 这也是一种中国人的适缓责源 有时候自己消失吧 但有时候呢 等啊不完全是负面的 他就说啊 很多天才型的人物 很多特别牛的这个设计 出于拖延 他就是说 因为他研究了很多案例 他说很多时候 比如说你 尤其是创作型的工作 你就是想不好 你就是想不出来 就那种东西就使得你啊 有些比如说 文人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这个开头怎么都想不好 想不好呢 就逃避 可是你也不完全了解你的心理结构 你在逃避的时候 也许你内心的某一个部分 在艰苦的构思 他就是说 好多这个出人意料的点子 是拖到最后一刻 咱就讲的什么 挨兵必胜啊 至之死地而后生啊 就是你看 很多时候 比如说这个 你这样我这个主持人 有时候觉得想不好一个开始语 就去主持一个活动 想不好一个开始语 其实呢 你是把它抛开了 我不要想它 我不要想它 我干点别的事 我想逃避它 逃避它 但是最后逃避不了上台的时候 很多时候就是到最后那一刻了 有个紧张感来了 肾上腺素 那真叫一种扶治心灵 对吧 哗一下子 就在你上台前一刻 其实啊 这个副稿在你不知道的 一个潜意识里 可能一直在 已经琢磨不想到多少回了 对 所以这位心理学家 他首先说你不要自卑 他说因为有一些拖延啊 实际上你心里是在等待 等待那个灵感 你之所以拖 往往有些完美强迫症的人 你不肯放过自己 你就拖拖拖 他说这个 但是实际上你拖的时候 你的心里仍然在运作 你看还有一种人 就按部就班 对吧 上手就做 他有的时候呢 也许做的东西 就是就叫按部就班 往往他说很多这个 出人意料的灵感啊 是你把你自己 给压到了一个程度之后 突然迸发 压力来嘛 当然他是说 首先他是用这个安慰你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是个毛病 哎呀 他说 你看他一直这么舒服 对 终于发现自己是天才 虽然你一直这么想 对 我证明了 人演讲还没演讲完呢 还没完 他说哎呀我好想那个写小说 我想创作小说 我应该那个怎么开始的 但广正话说 现在就写了 对 你是真想写小说吗 你真想写小说 你怎么等了一年呢 他说你不要想 你可能写的是很烂的文字 没有关系啊 你真爱写 你就每天写日记也好啊 我觉得佳辉还有文道肯定有这个体验 你们大作家肯定有这种写作的习惯 对我听过很多真正的就是作家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觉得哦 他们真的是生而 生来可能就是做作家的 就是他真的有这个习惯 他说每天我写几个小时 我就每天能在同一个时间坐下来 在同一个地方开始写 我觉得那是一种 真的是一种状态 我试过 其实我有在写书的时候就是 我是强迫我自己 每天早上几点钟 要到某一个图书馆的某一张桌子 坐下来开始写 但就是那个出门那一刻就是 哎呀家里挺舒服的 冰箱里还有点吃的 不是在家里也可以写吗 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这些理由 自己都可以驳回 但每天要做这种天人交战 每天要想 然后但是你真的去了以后 然后就是我觉得 我最苦恼的就是 在一个章节的最开头的时候 当你什么也没有 面对一张白纸的时候 那个抓狂就是 恨不得周围出点什么事 你可以分散精力 或者去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但是当你可能写的七七八八的时候 那个是最愉快的 我会毫不斗争的就去了 然后你只要做修饰的时候 因为差不多东西在那里了 你不需要那么专注 那时候有一种愉悦感 其实我觉得可能最困难 就是那个专注力 是不是 那个专注力是特别的 那专注不仅是写作 做什么主持 我们嘉宾 重点是你写什么类型 还有是长期写 当然纪律很重要 可是我还是觉得说 要有方法来应对那拖延 像我刚说了一堆他的坏话 要说回一句好话 他改变了 真难的 如何改变呢 我告诉你表拿出来一下 他现在开始把表往前拨 我们对比一下我的表 他是一个表的代言 你知道吗 是吗 你要换我代言 没有啊 你们俩就差一分钟 没有 差15分钟 这俩肯定商量好的 我表示快15分钟 我表示快15分钟 他从此把他的表往前拨15分钟 这是他的改变 对他来说愿意走出一小步 是我们文化界的一大步 是文化史的一大步 对啊 所以有不同的方法嘛 不是 我跟你讲 这还不是 而是我真的是觉得 不晓得过了几岁开始 我都忘了 我真的是有点变化 变化就第一 我有点能拒绝人了 开始 第二就是什么呢 我开始对时间的感觉 有点像我小时候 我外公常跟我讲 外公很讨厌别人迟到 他把我养大 他口头禅是什么 他说找到 他说是河北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句 河北啊 找到三分光 晚到三分慌 绝对的 是吧 然后他有个习惯 这个习惯在我看来解释 是恶习 他怎么样 他约人家 别说约了马家辉 吃饭 约12点 他自己提早到了20分钟 等到我们约了12点 他11点40分到 晚了5分钟你还没来 他走 他说我都等了你25分钟了 谁叫你找到20分钟呢 他常常这样 但是我最近几年 一两年 尤其最近一两年 我发现我开始有点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我办公室的那个钟 就我两个钟 一个是给自己看 一个是给客人看的 两个钟当然都是条快15分钟 所以每个来跟我聊天的人都很紧张 原来已经快到 我是故意的 叫节省时间 但因为我现在时间越来越抓得紧 我甚至开始体会瑞士人的美德 你们在瑞士有没有这种经历 就是我见过一些 你看刚才拿着带着表的手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就开始谈到瑞士 瑞士这个智表 大师级的 没事开玩笑 瑞士 瑞士人约时间 我真见过有人这么约 他约你3点42分 对的 什么人啊 约3点42分 是这样子是不是 对不光在瑞士 其实我就是我最近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是去芬兰的时候 他们也是非常准时 然后呢 我记得我那天早上 比如说凌晨就是飞机到的 然后我搭车去市里面 然后跟第一个人见面 他是要带我去一个学校 然后他前面都没有说什么 我感觉到他好像有点紧张 就在那里一直看表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说 哎 我们要吃 或者他就哎 要走了 要走了 好 到那个学校门口 那学校上不是有个大钟吗 一般 嘣 8点钟 他说嗯 准了 刚好 就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的时间观念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他们好像就觉得说 如果我不准时到 是对别人的一种 这个不礼貌 好像我杀了你的生命 在谋下你 没有 有时候啊 不仅是不尊重 还很难看的 我有一个迟到了 非常难看的经验 可是当时觉得有点 非常戏剧化的 因为我以前在报社 有个记者 你也认识了 他父亲去世了 父亲 那记者跟了我蛮久的嘛 那我当然要去那商礼啊 他的商礼 晚上晚上 晚上我们叫什么 第二天举病 前一天是晚上去 追供嘛 可是我当天呢 就在香港主持个电台节目 那主持到九点 这家九龙堂 一杀了 关了 就开车冲过去 在转十三 那边有个殡仪馆 一个大斜坡上去 开开开开开 哎呀 才迟到了 人家通常到差不多已经没有朋友 亲戚来了就走了 主人就走嘛 那我车往斜坡开 快到殡仪馆的时候 看到殡仪馆门口出来一堆人 就是我的记者 跟他母亲家人 都已经走了 你知道吗 我去告别他父亲 我第二天去不了 这样 那我把车窗摇下来 跟他讲 我到了啊 对不起啊 晚了 这样 那可是人家走了啊 门关起来了 可是他心地好 全家说这样啊 那再来吧 再回去 马先生他也非常尊重我 马先生 基山之家必有余情 那我就赶快上去 把车停起来 停下来进去灵堂 他们一家人啊 母亲啊 什么兄弟姐妹啊 重新开门进去 披马带哨 这样 然后我在相声 就给你这一下 天啊 他说马先生你来了 这样 那你知道吗 这是不是人家 对你最高的这个尊重啊 对吧 可是我当天就破财了 白金要多付一点 那当然啊 你这个是个社交 高级社交的 什么意思啊 一个规矩你知道吗 你没听过吗 就有一些 生病是吧 嗯 是这样 尤其在西方国家 是比较没那么准时的地方 像意大利 西班牙 他们很多上流社会 在这种 爱思典礼啊 做追思弥撒 弥撒前有个 最简单的追悼会 或怎么样 他们有个习惯 不太好 这个习惯是比迟到 为什么 管道的人 首先大家都坐了 都坐在这 而家属在前排 穿着黑衣服 女的戴着黑纱 迟到的人在后面 教堂门一开进来 第一 全场都会看着你 然后呢 你这时候就往前走 去慰问 那个家属 你等于在演一场戏 给整个社交圈的人看 你怎么动作 你要扶住这个女主人 然后呢 可能轻轻在那边说 以后有什么事情 随时可以依靠我 然后他要哭 他要哭 拿手绢出来给他 然后就表演 给全场的人看 然后全场 你看他在讲什么呢 讲得那人家好感动 哎呀 这人真怎么样 然后你可能出门之前 是衣着 当然都是黑衣服 但也要修饰一下 打扮一下 这是个社交场合里面 的一个舞台 我做过这一招 开车摇车窗 这比你更牛的人 我来忏悔一下 香港有个很重要的作家 说出来也可以了 野诗 野诗先生写诗 学者 去世的时候 挨诗会 追诗会去 那我跟另外一个 香港很重要的作家 姓黄的女作家 我大概这个年龄层的辈分 在现场不是很多文青吗 那个野诗的学生 一群人几百人文青 结果他没良心不去 然后后来 我没良心 你不在香港 我现在基本上不太去商量 OK 那我总就去 我就是这样 当时是冬天 我当然找了最好看的西装 还有一件黑色的长外套 然后那个女作家也是全黑 而且她也刚从巴黎回来 还戴着一点宽边的黑帽子 好像真的以为自己去了巴黎一样 然后去到灵堂 我就瞄了一眼里面 我跟她讲 我们先出去吃个馄饨面 她说为什么 我说人还没多不够多 你知道吗 我就想营造那个 那是文学史一个很漂亮的镜头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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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是英大利人 就是这种 那个好歹我是前辈作家 在那些文青眼中 你想一下野诗先生去世举病 然后马扎辉跟另外一个女作家 她牵着我衣身黑衣服慢慢走去 向鞠躬向香 这个女作家有没有觉得 没有 她说还好 马扎她是你 她这么讲 所以咱们这俩作家都有影地的水平 但是你说就是真的 有的人对于这个时间是特别严苛的 就你刚才讲这个瑞士 因为中国也有 我想起谁啊 李淑同 就是那个红衣法师 所以红衣法师 为什么文道肯定熟了 就是他修行这个律宗 对 他呀 那个真的 律宗是最难的 就比如说 甚至于那扫地不伤 娄以命 以至于他坐把藤椅啊 都要摇一摇 说这个万一里边夹这个小虫子 我不是杀生了吗 还是真是 就是他这样的人 就是他原来没出家之前 就是他跟人约 说八点 然后呢 那人到他门口 八点零五分 光光光光敲门 不开门 敲半天不开门 最后呢 那个二楼 那阁楼上 啪小厂打开 这个李淑同就讲 我约你的是八点钟 你现在八点零五分 我不见 啪 关 他就是这种 他很绝 所以你知道 我现在就发现呢 每个人的时间都不同的 对不对 因此 真的咱们是可以 就是 我觉得进入新时代 应该从物理学 应该从爱因斯坦里边 得到一些时空观念 得到一些时空观念 相对论吗 时间的相对论 你知道 时间和空间 是个主观的观念 这个不算玄吧 是主观的 就是这个真正的物 就是一个物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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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续性 被人定出刻度 就叫做时间 对吧 一个物体的这种 这种 这个膨胀性 你知道吗 它并不是说外边 有人画了个框子 我们就是把它 它其实就是这个实体 我们把它所占用的 这个东西 叫做这个空间 我就后来发现呢 连主观的 这个世界 比如说你看 你是妈妈 我就想起了 咱们最近来聊 那个教育孩子的 就是你看 有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 就是文道刚才讲的 其实应该体谅孩子 就是说孩子老玩iPad 尤其是这个独生子女 是吧 那就是有的心理学家就讲了 就是说你看这个小孩 有的时候家长是管得很严 说你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 玩半小时自己放下 有的孩子还真听话 玩半小时自己放下了 但放下之后呢 他觉得 蒙然若思 没意思 因为是独生子女 他没有伴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跟父母亲 没有什么可玩的 他觉得没有意思 所以他会沉迷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听他们讲 也挺有意思 就是说 你看这个小孩啊 经常就是父母催他出门 他就不出去 我们家是小孩催我一般 这样子 对对 你是奇葩了 就是说经常催 催他出门 他就是不就 或者父母让孩子 做一个什么事 你就看说了半天 说了二十遍 他就不干 他又不干 那天我听一个 儿童心理学家 在网上就讲 他就讲 家长们要了解孩子 在孩子的时间观念 和你的时间观念 是不一样的 对的 你觉得时间很紧了 但是孩子的那个时间 他觉得好长 他其实不是故意不听你话 他确实觉得 他又在 未来还很远 这个说到这个 我就其实挺感慨的 因为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这样体会 我其实是最近有一位 至亲过世 我才觉得时间是有终结的 就很奇怪 没有至亲过世 你不知道吗 不是 我小的时候真的 我小的时候会觉得 当你身边都是你熟悉的人 你熟悉的事情 熟悉的位置的所有的时候 其实你会某程度上 你觉得这个 这个好的 就是岁月 不叫岁月静好吧 就是这一个状态 你会觉得他是没有止境的 只有当有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 哗一下子 他就 他就过去了 其实这个 我就可能是我的这个 小孩子的这种时间观念 保留得比较长一点 我觉得 比如你看这小孩子 像我孩子三岁 他就会觉得 所有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他现在都管他叫昨天 所以未来 他就叫明天 对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永远活在今天 你知道吗 他跟我说一个什么事 都是昨天干嘛干嘛 然后这只过去的事 然后明天 所以他们其实 他们因为他还没有看 就是学会看表 我们说的时间观念是看表嘛 不管是哪个牌子的表 我这个 其实我们什么叫时间呢 我们叫太阳日嘛 就地球你围着太阳转 我们都说 地球围着太阳转 自转一圈是一天 围太阳转一圈是一年 然后我就觉得 你是觉得你到了现在这个年纪 会越来越觉得时间要紧 要准 我是有一天发生了个什么事呢 我其实是蛮喜欢要赶时间的 我是 我内心希望我自己是个准时的人 虽然我也会迟到 但是我总是想标榜自己是个准时的人 有时候就会很赶 我觉得我有一天在香港呢 我要赶一个事情 其实那事情 我都不记得是什么事情了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我在地铁里面飞奔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闸口 就是 然后我撞到 快要撞到一个老人家 就是一个老婆婆 撞到她 然后她说 你黑眼的 她说 你急什么 然后她就是当时那句话 到我突然在我脑子里面 就像一个警钟 超想 骑士 你急什么 我现在 我现在有时候我出不了门的时候 我一边我的心里面唱的叫 起个大早赶个晚机 另一边心里想 你急什么 你说这个人 没有关系 我二十年前出到香港的时候 香港人老爱讲这么一个段子给我 我印象非常深 他就是说那个 你刚才讲就是有那个殡仪馆 我到今天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老板是真的 就据说香港有一个殡仪馆老板 就是说他的那个车牌号码 据说是四个四 然后呢 就说这个殡仪馆老板呢 每次坐这个大奔吧 可能是在这个路上走 每次有这个车抢行的时候 这个老板呢 就跟这个司机讲 北魁航心 北魁航心 就是让他先走 让他先走 这香港人最爱讲的段子 看殡仪馆的老板 他先走 先走 好像是这样 性消了 真有这么个段子 我想起的是文道的一篇文章 我觉得有 他不是殡仪馆啊 我就是你讲的这个时间啊 这个文道有一篇关于熬夜的文章 我也挺有同感 就是他过去老熬夜吧 但是熬夜呢 他一出去啊 他能看到很多生活 在不同时间轨道上的人 你可以讲讲 对 每个人时间是不一样的 因为说什么叫做熬夜熬到 你没有试过那种熬夜熬到 天快亮的时候 就五点多 比如说早上 我以前常常那个时间 我都还没睡 我那个时候很多时候 因为我过去曾经有段时间 我住的地方 楼下是一条酒吧街 我就下去喝酒 每天喝 每天报道 然后在那边喝 喝到了人家酒吧都打烊了 三点钟了 还不够 就到了这个对面的一个 这个便利店 再买啤酒 有时候有人 想象你啊 对啊 有时候有人跟我一起 朋友们 有时候就我一个人 就坐在那个门口继续喝 然后在那边看书 然后快到五点多 要天亮了 就感觉到气氛开始会变 就有些人开始出来 要走路去菜市场 我也跟着去 到了菜市场 五点多的菜市场 因为我们旁边那个菜市场 很早开 去那的人都是干嘛呢 要不就去餐馆买菜 他不是一般家庭主妇 还有一些呢 是早上要等着开 第一班公交的 公交司机 还有要开地铁的司机 我认识很多这种人 他们呢 是一大早起来啊 你注意他们吃的早饭啊 真的是饭 真的叫够体力活的那种 然后吃那个 然后我也坐在那吃 然后我看到他们 然后看看我自己 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好奇特 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的一天刚刚开始 我的一天还没结束 你的一天从中午开始 对 我还没睡啊 就我的一天 什么叫你过了一天呢 就你刚才讲 那个是自然的 就太阳跟着太阳 但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讲 我们的一天是以我起床 到睡觉 中间是叫一天 我还没睡 所以我一天还没完 但是我看到这些人 你们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那那段时间 请问是什么时间呢 所以我记得 闻到那篇文章 最后一句叫 我曾夜行如鬼 很动的 那听起来 你蛮像我爸的 我叫你爸 因为我父亲老总嘛 总编辑嘛 曾经有一段时间 就是天亮才回来 半夜下班 大概三点多 四点下班 下班忙了一天 总要去喝酒 放轻松 宵夜吃宵夜 那吃完天亮回来 那时候我们上学 有时候忘记小学 中学之间吧 那很早起来要上学 就是那个交接 好像交班一样 我父亲推开门 然后听大概有时候亮 有时候还没有亮 冬天夏天不一样 然后父亲来 对他来说 那一天漫长的一天 许多个钟头的工作的一天 结束了 对我小孩来说 开始了 就起来 然后我还记得 看着我父亲 门脸的那个疲惫 有时候是兴奋 喝醉酒就兴奋了 然后就回来 然后我们才开始出门 可是别忘记 我们总是讲 什么拖延时间 准不准确 迟到不迟到 真的别忘了 你所谓的迟到 除了对某件事以外 还有对某个人 你迟到有人背你 面对你的迟到 有时候很现实 你看你迟到 被你拖延的人 你能不能得罪 有没有本钱去得罪 人都是理性的动物 都懂得计算 当然这个人 这也有平常心 对平等心 无差别心 就是对着希望 对着谁 对 咱们就说 要有平等心 但是它的另一面 就是你当然也能看到 人性当中的一些尴尬处 就等于说 你老板约你吃饭 你敢吃到吗 你说的这个平等心 我有时候 我想起一个 我对时间的幻觉 就刚才你们讲的 这个幻觉 曾经来自于 多年之前 就是失恋 我的一次失恋 失恋很痛苦 你知道吗 很痛苦 我有机会拿那个音乐 我在节目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必须要有那么个音乐 我当时 当然你痛苦到极处之后 就一个人在屋里 那就无法解脱 最后 我觉得我超越了 你知道在这段音乐当中 这段音乐是那种 就是进行感很强的 而且是多种这个声部 多种乐器的那种 那种音乐 你知道吗 我就 我就 我都在听 听听听 到最后我潸然泪下 从此超越 不不不不 就超越一下 五分钟 就是说那个 我 因为我当时啊 脑子里放出了画面 如果我有一天当导演 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画面拍出来 今天还在我的大脑里 你知道吗 就是 我突然意识到 离开我的那位女友 是吧 她现在可能正在跟着她的男友 在吃饭 或者在 在一个地方美好的旅行 对吧 然后呢 我又想到了 我的父亲母亲 他们正在厨房炒菜 为了放盐 放多 放少 在吵架 对吧 我又想起我的某个哥们 某个同学 可能又在哪里 这个吞云吐雾 这个把酒言欢 我又想到这个 我的这个过往的这个老师 我大学的同学 我一想 我觉得真的是万物各从其类 你知道吗 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时间 就那个音乐 当时就让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所有的人啊 你们在同时都在生活 你知道吗 我好像看到了 有些电影 我好像看到 就是那个平行猛太奇 平行猛太奇 每一个人 你们在此时此刻 你们都在生活 而我在感受着 这种心里的这种伤痛 这种伤痛 好像也不算得什么伤痛 我也是在一个时间轨道上 平行 就是世界就是这样啊 人类就是这样啊 宇宙就是这样 星球在另一个地方 在默默的旋转 就是每一个人都在过着他的生活 就是我一下子脑子里产生那种幻觉的感觉 千万人都在同时的在这段音乐当中 进行着他们各自的喜怒哀乐 哇 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吧 解放了 心胸史大 就是感觉一下子好像扩扩了那种 就是说哎呀 一切都很好 非能够叫做窦文涛的副歌 我忽然理解你这个感觉了 就是我觉得 我以前也有这个感觉 但是我今天你说说 我会说那个日常这个东西 它有个力量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 我说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是 好多年前我那时候在巴勒斯坦工作嘛 我经常会轰炸什么 有时候它炸得很厉害之后 第二天呢 就是比如说当时全城死一般的寂静 第二天比如说是周五 他们应该去赶集的 我一看人都出来了 开始赶集 我站在那个街头 看到所有的人去做那些琐碎的 日常的 而且是很多人一起的时候 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感动的就想哭 就是心头那种感动 我其实当时也不明白是什么 你这么一说 我就觉得那种日常 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 它在进行的那种轨迹 那背后好像有 我说不出来那个力量 就像是什么呢 伊朗已经故事国宝导演 就是基亚努斯达米 有部电影叫《春风吹又生》 讲究伊朗曾经有一次大地震 那一次是八点几集 非常摧毁性的 然后把电影里面呢 有两个真实的小演员 是这个导演上一部戏 用过的小演员 在这场地震失踪了 所以他很想找他们 去拍这个故事 最后其实没找到 本来是个很伤感 可以很伤感的结局 但他拍什么呢 拍到在那个逃避地震的 那个难民营 大家躲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很紧张地 在架天线 架那个小郭 不知道他干嘛 这些地震完 是灾民 这灾难现场 很多人失去了家人 怎么样 搞 搞完之后 呼完营地里面 一声欢呼 你知道他们在干嘛 架好了小郭 接上了一个电视 有人很勉强地 弄上了发电机 世界杯啊 哦 我记得 我记得那一部 所以你看 咱们这个心事好忙 连广雨 对吧 但是呢 就说明人类善于寻找意义 我们从一个拖延症 能够说到这样的这个意义 但是还是至好 个人迟到爱吃到 毛病 不要把表情 不要拖延 回到地上 对吧